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星期二晚的繼續開市 港股今天停了一個V型的走勢 因為今天恆子高開195點 不過開市位24785 也是全日的最高位 之後股額是增加 上漲最低落到24341點 最多曾經跌過249點 之後市況就逐步回升 最後恆子收報24624點 升了34點 升幅0.1% 成交有1406億的 還有今天看到中段以後的港股升班 跟A股走勢差不多 A股也呈現了一個下探回升一個V型的走勢 也想問Ivan 今天大市的V型反彈 指數流紅症方面 資金流入牛症多還是紅症多呢? 是的 今天看到大市早段都是向下 因為新經濟股早段比較疲弱的話 大市就是掉頭下跌 看到這個情況的時候的話 昨天都是相對比較看淡的一些投資者 今早早一度就是繼續加淡創的 但是去到下午看到新經濟股 跌幅收窄之時 也看到一些資金流入在一些傳統的經濟股裡面 當中的內銀板塊就比較突出 帶動大市的跌幅收窄 也有些淡友就是明金收兵 看到下層的行政行政行政方面的資金流 就不算變動太大 主要的資金流反而是落了在 今天可能是相對比較疲弱的一些新經濟股裡面 Ivan 你剛才提到新經濟股的股額還是比較大 我們今天看看ATMX4的股份當中 只有阿里巴巴可以先跌後到升的 其他三隻都會跌的 先看阿里巴巴先 它今天低位就落過262.2 收就收了269.6 升了4元 升幅1.5元 它的卵政的資金流又是有什麼情況呢? 是的 阿里巴巴看到股價早段一度是失手了265元的 一個短期的技術支持位 但是下午看到就是能夠重上265元的流上 收市就升大約1%左右了 不過留意一下 先前幾天其實就因為納指方面的波動 令到不少科技股的期權的引申波幅都升得挺多的 今天你見到證股微升的話 開始看到期權的引申波幅有一個回落的情況 阿里巴巴方面的期權的引申波幅 昨天來說的對比都跌了超過一個波幅點的 接下來如果說外圍方面的納指是繼續回穩的 或者阿里巴巴出現一些輕微上升的情況 又不是說太大的波動 投資者都要留意一些比較界外的一些期權的引申波幅 會不會有一個回落的趨勢出現呢? 嗯 另外騰訊就之前的走勢 我們一直都指出 就是在500元到560元這個區間上落 形成一個長方形的走勢 今天都看到低位是跌近長方形的底部 最低的502元 收就收508.5 都跌了2.5 跌幅0.5 騰訊的卵政那個的資金情況是怎樣呢? 是啊 見到騰訊方面 今天就低位是跌502元 暫時就沒有跌穿500元一個的支持位 不過如果你說日內的話 又不是說太大的動力是倒升 所以投資者都比較審慎的 不是說見到太多的資金願意入場去搏 可能都要等騰訊看看短期會不會再考驗一次 500元的支持位 走得穩屆的時候可能都會有一些 短線的資金立暴處分 但是整體的新經濟股 在騰訊都是比較立的情況下的話 氣氛就略形不足了 如果說現價做好的投資者的話 都要謹守500元這個比較大的技術支持位 作為一個支持的參考 普通 água幫助就是要去做 公司也可以去做 承受這張招牌 或者說 複雜要去做 由他去做 那就跟市民的購客 其實大家不喜歡 他們嘗試 你肯定要去做 因為他們要去做 你肯定要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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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고 你肯定要去做 你肯定要去做 普通的 那些位置的 由於看到跌穿20天線 都想問Iban 他卵政方面的資金是官網 還是很踴躍的 那些看好的產品呢? 是的 其實看到美團方面的股價 今天跌穿了20天線 先前看到股價很多時候 碰到20天線都是回升 不過就在外圍方面的走弱 還有美團方面其實都叫做 累積升幅都不小 不排除今次的回套 未必只是止於10天 20天線 有機會要考驗50天線 50天線就挨近220元左右的水平 接下來如果看短線 未見到進一步反彈的話 投資者入場去看好 可能都盡量選一些比較貼價的call 都要做好心理準備 就說股價有機會要考驗50天線的水平 才會出現一些比較大幅度的反彈 ATMX當中今天跌幅最大的股份 就是小米 小180 今天最低的21.8 收22.4 跌了1.75 跌幅7.2% 看到它的收市價都跌穿了一條10天線 看看會不會下市20天線的支持 20天線現在就在20元附近的 小米方面的卵證資金流 又是有什麼表現呢? 小米的話 看到今天股價跌幅比較大的 不過你說看資金流上面 不算太大量的資金流入 畢竟它的股價相距近期的那個位置 那個距離不是太遠 反而早段看到它的跌幅不是太大 就是拿著好倉的投資者 都是退回一些科倫或者牛證出來 先行獲利離場 去到今天曾經一度看到它的股價 跌穿了22元的那些水平 才有至今再度入場 暫時我想大家參考著 22元這個短期的支持位 手都穩的 看看會不會那個股價 可能做一些橫行整股 後市再挑戰25元 但是手不穩的話 大家都要留新房 就是可能那個調整幅度 有機會再一步加新房 嗯 好了 都想說回中心國際981 因為昨天我們看到它的九天相對強的指數 9RSI就跌到13 都非常之超賣的了 所以今天的低位 並未跌穿昨天的低位 昨天低位是17.76元 今天低位是17.96元 而且今天收市是上回18.8元 升了無路升幅超過3%的 看不見到多了資金 去流入它的卵證度搏反彈 嗯 看到其實昨天就會比較多一些的 因為昨天那個證股跌幅 都是超過兩成的 所以的確吸引了一些資金 就是入場搏反彈 不過今天的股價反彈 反而是吸引了比較多的資金 又入場又看回淡 就是不是搏反彈 反而覺得在19元流邊這些位的時候 加花一些的淡倉 那看回那個證股 後市呢 如果說這次的反彈 未能夠是上回20元 或者就是中美方面 繼續有一些比較緊張的局勢的話 都不排除 或者中心在反彈過後 有機會要再考驗18元的支持 剛才提到新經濟股 開始看到的股價比較大 有些資金流入一些舊經濟股份 好像保險股呢 就這兩天都看到一些買本去吸納的 平股呢 今天就收81.3毫半 升了1元升幅1.2元 證股就強了 卵證方面的資金流是怎樣呢 卵證方面的資金流就 有些資金 特別是美市的時候 湧入去買一些比較貼價的牛證 可能都看到 就是內銀方面來講的話 今天表現比較好 內險方面就是個別發展 平保相對都算是 升幅不是太大的一隻股份 所以都吸引了一些資金 就是入場去部署 我覺得可能整個內險板塊 有機會成為一個資金回流方面的對象 明天來講 我想繼續看著A股方面的走勢 下午看到A股的回升 亦都是令到內險股的升幅 一度是再一步擴大 嗯 我說到這裡 我們先休息一下 好 回到第二節的時間了 看見到大市 今天其實表現方面來講的話 相對都 如果指數收市計的時候的話 其實就表現都是 不是說這個 不是說太過 變幅太大 去到其實 看到下午的時候 當那個大市 就是重上24,500點的時候 才看到 多一點點的資金 就是入場去做一些 看好的補助 早段的時候 就算大市 向下跌下去 就是24,200點附近的水平的時候 其實不看到 太多的資金是敢去搏的 暫時如果你看到 恆子的技術支持 挨近24,200到24,300點這個水平 至於阻力方面來講的話 都可能在25,000點這個水平 仍然都是一個 比較大的 一個短期的 一個阻力位來的 由雄正方面的選擇上面 大家就可以參考著一些 支持阻力位去做回 對應那個部署 如果看到恆子 繼續都是手穩 這個24,500點的 覺得他接下來 有機會在舊經濟股的大動之下 在後事向好 可以留意牛正的選擇 分別有這個 恆子牛正就是 69567 以及恆子牛正就是 58361 這個69567 這個恆子牛正 它的收回價就是 24,200點 一萬對一的牛正 這個槓桿比率大概是57倍 另外 恆子牛正 58361 它收回價就是24,000點 這個牛正提供的槓桿比率 大概是38倍 就是一萬對一的牛正選擇 兩隻牛正選擇 69567 以及58361 看淡的話 可以留意 如果那個恆子 再度不能 可以留意 可以留意 比較高槓桿紅正選擇 59905 收回價就是2萬5千08點 槓桿比率45倍 一萬對一的 紅正的選擇 另外一隻 可以留意 就是有這個 63637這隻恆子紅正 63637這隻恆子紅正 收回價是2萬5千100點 明天新上市 1萬對一的恆子紅正選擇 嗯 那麼 看看個別的股份 阿里巴巴今天低位 曾經下課過一條20天線 最低見到262.2 但是收市價上269.6 都仍然收了一條20天線以上 它的產品看好 同體淡的產品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 看回阿里巴巴的話 就看到今天那個資金流 比較多的投資者 就一度是在265元以下去開call的 不過整體那個開call 或者開牛證那個資金流 相比昨天來說的話 是略為有一個減慢的 也都看到股價上回 下午上回265元的水平的話 也都有一些資金 就選擇是即時獲利先 就沒有持貨過市 我想大家都在觀望著 接下來的新經濟股的時候 特別是美國方面的納指 在今晚可不可以回穩 新經濟股可不可以盛勢 還是站穩一點 否則來說的話 都要留意短期這些反彈過後的時候 究竟資金會不會再流出一些新經濟股 或者相關的一些卵證上面 如果現階段想留意阿里巴巴相關的卵證的話 可能要參考一些比較貼價的卵證去做部署 看回9988相關的營購證 大家可以留意貼價一點的產品 可以參考有阿里巴巴的叫23107 這就是大概7%價外幅度的叫 明年一月份到期 實際的共產比率大概是5.4倍 阿里巴巴的叫23107 相關於是想選擇一個面積低一點的 做一些短線卵證的部署的話 可以留意另外一隻call 18845 行使價309.08% 明年一月份到期call 實際的共產比率比較高 大概是6.2倍左右 另外如果說看淡的 覺得阿里巴巴的股價 可能在反彈過後的時候的話 有機會再度落到265元以下的水平 可以留意一下 紅證的選擇就是有5.4992 收費價是298.88 這隻紅證的共產比率大概是7.5倍的 嗯 騰訊今天的低位見過502元收率 就收508.5元 如果想部署在它跌近長方形底部 就是捉近500元那裡 選一些看好的論證可以怎麼選呢 嗯 騰訊看到股價其實都在大概500元 在這些水平附近了 大家密切留意著 接下來如果股價真的再考驗500元 這些水平的時候 都其實可不可以找到一個支持呢 如果想留意一下 它相關的那個卵證去做部署呢 call方面的選擇可以參考有隻15570 15570這個騰訊call 行使價638.88 明年一月份到期call 這個call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7.2倍 至於看淡的可以留意一下 就是騰訊的put的選擇 就是有隻15334 15334這個騰訊put 行使價431.88 大概是一成半價外幅度的 這個put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提供6.5倍 就是今年年到期的 美團點評的股價收穿了一條20天線 這個在過去兩三月就比較少見了 那如果想解它的產品 看好和看淡的可以怎樣選擇呢 那你看回美團點評的股價 今天其實就收穿了一條20天線 其實都是近期來說 就是7月以來就是首次見到這個情況 上一次就是7月底的時候 曾經收穿了 用了幾天之後就收復了再展升浪 所以明天就要看回 如果或者明天再跌穿了 今天那個低位的時候 都要慎房 接下來它的股價 會不會進一步考驗一條50天線 50天線現在是218元這個水平 如果我想駁回大朋友的話 就盡量留意一些比較貼價的渦輪去做部署 當中如果你說美團點評的call方面 那個選擇的話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也有一隻美團點評的call 編號就是24754這隻美團call 這個call明年的2月份到期 提供到實際槓桿比率大概是4.3倍左右 好 如果看淡的 就是覺得美團可能進一步考驗這個50天線 想喉高做淡的話 可以留意POOT的選擇就是22005 美團POOT22005 行使價208元8毫升 明年的2月份到期 這個POOT提供的實際槓桿比率 大概是3.5倍的 至於小米就收穿了這條10天線 是自8月中以來 首次收穿這條10天線的 那她的卵政體育和體育可以怎樣選擇呢? 是的 今天收穿了這條10天線的 還有先前我想那個女性聲風都比較大 如果這次未能夠站穩在 星期四的低位 在22元樓上 如果進一步收穿在22元樓下收的話 要慎防那個調整 有機會考驗這個50天線 iPhone的20元邊 還有看小米業績之後的話 其實還有一個上升列口 介乎於19.18至19.18之間 這個上升列口還沒有回補 要看稍後的市況氣氛 去看這個列口會不會回補 如果想看好的朋友的話 暫時可能要留意一些 可能貼價一點的產品 畢竟那個證據波幅都比較大 如果是下市支持位的時候 我們可能先考慮一些貼價一點的營購證 當中可以參考我們的小米call 就是26029 26029這個小米call 行使價23.8.8 明年3月份到期call 實際共感比率大概3.5倍 如果即使是有所反彈 也都是表現轉強的話 屆時可以再考慮小米call26034 行使價25.8.8 實際共感比率大概3.8倍 營購證選擇也是明年的3月份到期 相反如果想做後方看淡的後方 可以留意選擇就是26204 26204這個小米call 行使價19.6.8 這個call就是明年的3月份到期 提供到實際共感比率大概是3.1倍左右 嗯 中芯國際昨天的九天相對強次數 跌了13 都非常 只跌回升18個8星 無錄升幅超過3% 如果想繼續駁中芯反彈的話 他的卵靖可以怎樣選擇呢 中芯就看到他的股價今天有所反彈 不過今天反彈得來 那個成交就不是說太大的 也都慎防就說 如果那個明天未能夠延續這個反彈的時候的話 會不會再考驗18元那個支持位呢 今天呢 看到反而就比較多的投資者 看到他反彈就入場去買一些的應孤證去做蛋 我們有兩種比較活躍的應孤證 分別就是15082和11400 11400這個街貨量都在今天的升市當中 去到超過八成的一個水平 自己都要留意我們那個裝備的買液 和股出價的運命運用回這個價錢 所以有口慮了 就是貼價的put的選擇就是15082 這個put的行使價就是19.3豪 8年底到期的選擇 實際公安比率大概是兩倍 至於如果看好的 覺得中芯的股價 接下來有機會是進一步反彈的話 昨天也提過大家就可能盡量留意 一點點的論 850 行使價就是19.9 11月份到期的call 實際公安比率大概是3.7倍 除了中芯方面的call put 論 用這個牛紅症去做一個相關的部署 在牛症方面可以留意 收回價就是16.8豪 公安比率5.9倍 嗯 上一次我們提到 就看到有些資金開始留下一些舊經濟股份 好像 今天股份都升超過1% 收破1.3.5% 如果看好平保的話 平保看到今天都跟隨陣内險股 是有所回升 平保就不算太大 只有100%左右 我們叫做上去80元樓上站回 可能有些投資者就追落口了 看到有些資金就入場去買入 我們這隻694、7、8 這隻的平保 比較高 現在是76.8豪 公安比率是17.3倍 至於如果 回到 2226 1226行使價就是89.9 14 11月底到期的call 這個call 就是有大概 嗯嗯 我講到這個時間差不多 剛才提到股份 Iberda有沒有持有呢? 沒有持有的 我也沒有的 明晚和大家再見了 拜拜 早安 請聽到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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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